Lily中文小天地 帮你快乐成长 优优的现代诗 这首诗的名字叫做绿 是由爱卿先生写的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好像绿色的墨水瓶倒翻了 到处是绿的 到哪儿去找这么多的绿 墨绿 浅绿 嫩绿 翠绿 淡绿 粉绿 绿的发亮 绿的出奇 刮的风是绿的 下的雨是绿的 流的水是绿的 阳光也是绿的 所有的绿集中起来 挤在一起 重叠在一起 静静地交织在一起 突然一阵风 好像舞蹈教练在指挥 所有的绿就整齐地 按着节拍飘动在一起 真的是非常美的一首诗 爱卿呢 是中国现代诗的 代表诗人之一 他的这首诗歌绿 运用文字的魅力 用文学的形式 描述了到处 都是绿的一片景色 树木大地中的小草 在分钟的吹拂下 来回摆动 风是绿的 水是绿的 世界充满了绿 绿是生命的颜色 是生命的象征 绿是自然的颜色 是希望 是希望 是安慰 是快乐 爱卿先生的这首 《绿》 更是写出了 绿的摇曳 绿的美奂 绿的闻风而动 乃至绿的生命 绿真是具有 永恒的魅力呀 你喜欢这首诗吗 希望这首绿 给你一个 美好的开始 好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 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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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